大家早晨,如果各位今早起床后,看一看电视机的画面,美股表现好像不错,三大指数全部都不升,只是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的升幅小一点,但你看这张图,标准普逸500指数期货图,其实在今早早香港凌晨的时候,过来一点点,美股已经呈现急错了, 在今早早凌晨5点钟,收市位大概是这里的,之后的走势价位是急错的,现在呢,进一步急错的,现在的所处的水平,是比香港昨天收市时的水平是为低的,这个就是利大因素,你就看美股升跌,就看不到的,我们五大指数,在香港收市时,真正变动率全部都不升, 步步步升,升幅是非常不错的,有3%过外的,波记指数是4.8%,红筹股就先轮强势,就相对弱点了,1.4%升幅,成交金额比率和过去50个交易日的平均成交金额比率呢,就近一点点,但依然是高过很多的, 证明呢,市的波幅呢,仍然是很大,很大,很大,相互增持非常激烈,讲一些大户啊,那昨天7月份期房期权到期嘛,今天就是什么呢,7月份,场外股票期权到期啦,不是场外期市啊,千万不要听一些市场分析员讲,今天场外期市就算了, 这些人应该是不会玩其市的,甚至没有玩过的,跟着呢,我们再提一提大家,恒生指数那个20天年度化历史不服已经升了上30.5厘了,昨天收市的时候, 什么时候呢,后市的走势呢,依然是会很波动的,港股收市的搜寻物,美指期发布4397.50,微升0.046%,我们五大指数全部都是偏高的,科技指数偏高的幅度,跌得多就反弹得急,7.8%那么多, 科技指数最高见过6958,远远高的第三个即市阻力位,这些现象是非常可见的,也都不尋常的现象来的, 但是市资金流向,非省户主动买股比率昨天收市52.48,原来是一样的,不到及格的水平,即55.45,只是略高于过去5个交易,平均的51.49, 连续第四个交易日,陆得资金正主动买入,接近95亿,高于平均的51亿,可惜占成交金额比率,占总成交金额比率只有3.738% 现货主板市场总成交金额,进一步回降的2541亿,高于平均的2374亿,卖空金额比率就是回升到17% 高于平均的15.58% 好淡市标,BPI是如何? 超短期回升到65,65.33,是代表市况向好的,超短期,今天是周末前最后一个交易日 短期是41,是代表市况依然偏淡,中期就好一点点,去到29点多,即是代表市况都是偏淡 41,是偏淡,29.8,应该是向淡,不是偏淡,不是向淡,差一点的 长期的25.1,亦都是向淡的 今天我们要看的当然是看昨天焦点的板块,那个行业是什么?科技股码 看科技指数,科技指数的阴阳烛日线图,昨天一个列口升了上去 还有六吉阳烛收市,回到保力加通道底部上面 保力加通道底部,今天就最紧要明显转为上移 限制指数回跌的空间,确认6.110 没错,6.110是短期的重要支持位 再弹上去,先看看这个位置 希望守到这个位置,升旁的位置,站在这里 再看这个位置就最好 看这个位置,肉眼望外游跌,反弹0.618 指标123,两个利好,三个利淡 形势仍然是偏淡的,最重要是STC 看着这个,蓝色0% 今天升离开了,红色0% 这样就会回到更高的水平 昨天7月份期货期间到期了 7月份的,如果计加权收市位和成交量配合分析 恒指期货昨天是升和跌国指期货都是 即是升势得不到成交量配合的 中不足,虽然升那么多 毕竟昨天升势集中在科技股 并不是在国企股 而TWI 角力指标是-1和-1 没有变硬指期货 国指期货是-1和-3 好一点点 跌得来的成交,不算好配合 好了,接下来的偏离值 继续回升到-2,837和-1,339 加权平均偏离值到最后-6.330和-9.319 说的是恒生市数和国企市数 变得很差 今天开始开了新一页 8月份 以这种情况 市有权继续反弹 今天,下星期一可以正式扭转 短期,大淡势 不难一点 指数期货 我们看8月份 昨天不是焦点月份 恒之期货,昨天是横恒 虽然收市是升,但主要是升幅来自 开市上升烈口 国企期货好少少,但都算是横行 科企期货就是升市 两个月份合约合计未平初合约正数 恒指期货显注减少 国企期货显注减少 科企期货都是显注减少 均式很简单 横行市况显注减少 就代表无论是中支 中支 中支 国企期货显注减少 大户 都在积极平构枪 计数 科企股战场上 科企股战场上 显注减少 大户是升市 升市显注减少 就代表 昨天科企股战场上 大户很积极平构枪 大户是-8% 大户是-5% 大户是-5% 跌的幅度大 大户是-5% 積極平构枪 启示今天 科企股战场上 就会见顶 情练回套 由于科企股未平构枪 正数上升至2万 准成度是-7% 7% 7% 接下来 12个恒生状堂业指数 如果你看反弹 超短线最强势的是 原材业和公用市业 短线再加多角 非欠税成消费业 简单说 每天都会表现 其他人会表现 你自己说 我不是超短线短线 我只是中长线 你自己看 红色的东西特别留意 例如升市 同样第33个行业 类别 大家可以看完 我只是讲讲重点 纳海主动买股 资金正主动买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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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汽车业 接近20亿 最明显 半导体业 也有13亿 接近20亿 医疗保健业 8.5亿 资讯科技 器材业 7.3亿 其他也不够5亿 资金正主动买股 软件服务业 12.7亿 最为触目 接近204个行生组合指数 成分股 资金正主动买股 资金正主动买股 最多的昨天 是13亿 几十亿 几十亿 平升9.479% 由200元关口 又上回来 这多大波幅股 股票 这些是高波幅股 股票 你炒的 炒中 哈哈哈哈 几十亿 收市暴跌的 建设银行 和百威亚泰 比较差 全日升跌幅 明显的 京东健康升了16% 16.1% 京东集团12.83% 大反弹 还有哪些明显 还有7% 吉利汽车股 有7.58% 过去5个交易 累积升跌幅 90% 中芯国际 18.39% 跌得最厉害 17.52% 京东健康 昨天升了这么多 还有17.52% 可想而知 之前跌得多厉害 接着最值得留意的 第三个 跌到8.23% 白威亚泰 主动买股比率 有没有特别的 这就是6.6.34% 比亚迪 就代表 昨天低位212.8% 是即市重要支持位 昨天跌31元 是高于家庭平均价 短期形势已经串好了 另外 这一只 68.32% 主动买股比率 更加高 他曾经创了52周 升低价白威国泰 但就 弹回上来 即是一路跌下去 和弹回上来 之后 都有些 成交到6亿多 都有些大户的买家 入市数货的 趁低数货的 昨天收市位22.3元 原来是高于家庭平均价 这样的好事 21.5元 应该是短期的 重要支持位 一定要守得住 加上 量比 3倍 所以昨天高位 23元 大家要看住 这个阶段位 升破到23元 现在上面 短期会转小 机会很大 表现最好的 昨天是比亚的股份 第二是吉利汽车 第三是京东集团 今天我们简单地分析 我想说 京东集团 和另一只京东 是京东健康 168元 不能够 好像新建设 也是 175元 16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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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元 168元 分析 这是30个 这是最劲的,资金主动卖出19亿美团 虽然最高见到231.4,但在上边一直是220.02 但在231.4这段,升水一直被订货 另外,有没有特别的?1亿,1亿,2亿,2亿 主动卖股比率,特别的,全部都很正常的范围 40-60,10-40之间 然后,全部报升的收市 升跌幅很厉害,京东健康16% 刚才提到16.08% 京东集团12.83% 网易12.16% 这三个都比较最佳 外五个加日累积的升跌幅,全部都是跌的 跌的就是一纳 这三个是18% 18-19% billybilly19.72% 18.34% 美团和18.06% 快手 4-45日比小佐两位 大家看看 这两位比较差 接着,还有两比,还没有特别 好了,放在罗村中的分析表 昨天表现最好的是哪一只? 最好的是小米 不是,看错了,1不是小米 是腾讯 最好的是腾讯 第二是阿里巴巴 第三是京东集团 科技股 十大市值 科技指数成分股 今天第二段 投资影音分析 跟大家详细讲解 我是快手 1024 由于是近期上市的股票 所以中长线 没有什么看 短线 短线 这里是有一条下降通道 下降通道 曾经试过通道的底部 没有什么受到抗炎 然后就冲了上来 升穿了下降通道的顶 收市委计也穿了 不过你看看 曾经都穿过的星轮 如果这次站不稳 也希望是站不稳 也希望是不稳 希望不要在下降通道的底部之前 所以从高低脚小 在您的底部上面 形成高低脚 最好 最好 跟升底 最好高低脚 然后再重ね 正式升破 然后再次升破 再次升破下降通道的顶 平均线分配形势 是很差的 幸好股价回到五天平均线上 成交昨天 连续两天升市 虽然昨天是阴烛 成交都是维持近日的水平 OBV走势 要配合股价走势 刚才说要分析几只股票 简单,现在就说 第一只股材提过的175公里汽车 我还没说过之前 提提大家 待会12点钟 我会开一个投票站 请大家到时记得投票 包括上次大家留言里面 最希望我放入投票站那一只 另外还有哪四只 我还没想到 初步我暂时想到一只 就是给股份1211 另外三只股票 待会大家去看 记得支持投票 带亲戚朋友去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按下旁边的小铃铛 再投票 按下like 就最好了 小时你支持我 吉利汽车 日线图 漂亮 连续两支阳促 升破保力加通道顶部 保力加通道顶部 转为上移 还要出SAR极点高位 昨天的高位 25.7 如果今天 下星期一 最后下星期二 能够出现高的收市位 上市这个位 甚至升破这个位 的机会就很大了 27.4 是在6月24日 錄得的高位 指标方面 除了MACD 在今天 或者下星期一 能否成功发出 这个应该是 双流买入信号 如果能够的话 吉利汽车 应该还有得升 还有得升 暂时的关键位 就是这里 这个高位 25.8.5 如果你是 准备买货 这个位 这个位 那个关键位 看这个位 暂时不用测试位 不要放在这里 你可以放在哪里 先放 这个下 上升列口 上方 23.8 然后 23.8 再放 再升 再移高 上方 24.3 再升 在这个高位 24.8.5 25.8.5 再升 上方 25.8.5 再飙升 当然是 上方 27.4 一级一级 看上去 当然 你要放 特使市场位 要放在这里 不是这样放在这里 要严守纪律 说完175 接下来 66.18 66.18 京东健康 京东健康 在低位 很明显的反弹 跟着市场 亦有个上升列口 是在 74.05 至80.05 这两个都是 短期新的支持位 班达保利加通道底部上 可惜的通道 中途了 一直在下压 你自己计算是否够直播 才能入去短线投机 我们在说短线 日线投 你不要买了之后 中长线 中长线是另一个看法的 那我没有说不行 不过现在 还没有分析到那里 如果你有兴趣分析 就看看我会不会 这一款来选择 因为我有机会 选择这一款 全面的 我会用中长线 都说完 指标 RSI 回到五天平均线上 STC %K 又回到 上去的 %D 上面 2个寸 3个形容淡 形势 还是偏淡 这只形势 就不够刚才我说的 175 吉利汽车 那么漂亮 再看看 9618 京东集团 京东集团 比京东健康更漂亮 为什么呢 他直接试到 保利加通道中途支持 看看是否站在上面 站在上面 加上 中途专为上移 通道顶部又专为上移 通道顶部又专为上移 这就是后市 而升难一点 这个真是不错 还有站在这个低位 269元上面 暂时 如果今天不跌的话 你持货或拼短线头机 所以指舍位 就应该要放在这个低位 沉立的低位 268.6元 指标方面 就是 过了没有 283元 还未成功 收市 还未站在保利加通道中途上 所以仍然是三担两好 大家可以看清楚这个阻力位 如果升破了保利加通道中途阻力 这个阻力位 就是297.2元 最后我们谈谈美子期货 美子期货 美子期货 绿司去收拾好 program 现在人手席 4384.25 最新 4384.25 是 4384.25 最新 最低是4382 然后 最高 就是 44 咦 我看清楚 最高 4382 4400 正在这 4400 好了